我跟 Rex 還有 Daniel 要分加 眼睛到底誰比較喜歡這個聖母 欸 Daniel 眼睛好像比較大耶 眉毛比較淡的人 信譽比較低 哇 那我這樣不是信譽超高 對啊 你超高啊 歡迎回到第一卡大聯盟 現在是九局下半滿球數 到底 Leo 能不能幫助球隊 贏得最後的勝利呢? 好 我們看到 Daniel 準備投出至勝的一球 這球投出很快啊 打擊出去 又換一方向 飛球 持續再飛 持續再飛 出去了 哈囉 大家好 歡迎回到D卡巡奇 那D卡巡奇呢 是我們每週三固定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在D卡上面看到的有趣文章 好 我們先來歡迎到今天的來賓 首先姊姊是 Rex 嗯哼 又一樣 Repeat 對不起 對不起 這什麼老... 這什麼老派的姿勢啊 你還敢嘴別人 我們來看看原版的 來 歡迎企劃大叔 耶 是我 我愛棒棒糖 我愛滴滴滴滴 Ener底 割據被影 歡迎某 awhile 歡迎慢慢 嗨 OK好 好 我們來看第一篇 來自美食版的貼文 懷念Seven那些已停售多年的 焗烤奶油蝦仁 義大利麵 OK 太長了 反正就是懷念Seven那些 已停售多年的食物啦 那這個原PO表示呢 他半夜開始看一些美食影片 看著看著他突然一個回憶乍現 他想到十多年前的超商美食 OK 我們現在來看它是什麼美食吧 你們有看過這一個嗎 有 有 這個還蠻好吃的 我記得 這個 你們都有吃過 我有啊 沒有嗎 這個完全不知道為什麼後來消失了 它裡面長這個樣子 喔 但它分量不多 它還有莫名其妙的這個漁板 你知道嗎 你們看到嗎 就我完全不該吹在義大利麵裡面的東西 那你們是喜歡吃超商食物的人 可以啊 不錯啊 有一點逼不得 我什麼手音了 講話還手音 你要逼吧是不是 有一點逼不得已 之前工作很忙的時候 你就真的每天趕時間就直接買超商 可是我認真要說 我覺得有些超商食物 其實我沒有很趕時間 我都想吃了 例如 我要講我心中第一名的超商食物 這沒有在打廣告啊 我先講一下 是Seven的那個 啊 我有認真也很愛 我覺得那個弗蒙特咖哩 是我不知道要吃什麼的時候 我就覺得那不然我吃Seven的那個 那對我來說是一個安全牌 就是我覺得它很好吃 我是麻婆豆腐派 就是它跟弗蒙特咖哩 它旁邊有擺一個另外一種 欸 你那個我也有 我都專吃冷凍食品 像那個雞腿跟雞翅 喔 對 我是很愛沙漬的東的義大利麵 對喔對 這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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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沒有人喜歡 電力商店的大亨堡 我以前以前也會啊 我超級喜歡 慢慢超愛是不是 我超愛 因為我很愛吃大亨堡的那個麵包 它那個麵包微波的時候超好吃 對 我根本不想吃熱狗欸 以後我幫你 我跟妳買熱狗 我只喜歡吃熱狗 可以啊可以啊 我有做過Seven 就是打工嘛 你有做過Seven啊 大學打工 大概打工一年吧 就是中餐不知道吃什麼 我都會買那個肉跟麵 然後配一個大亨堡 欸那我想吃到 什麼生煎食品最容易報廢 就是最多報廢 我想報廢會是關東煮嗎 我覺得關東煮超好吃的 我也喜歡吃關東煮的 而且我以前都會吃買一個 然後湯蒸泡超多 欸你跟我一樣我都會不好意思 我還自己加一包王子麵進去 對我也會加麵包 為什麼要這樣吃啊 以前很窮啊 好啦我們往下看 我們往下看大家的留言 B48的時候我也懷念這個 這個感覺我沒吃過欸 有欸 到底為什麼停賣啦 這個是最近回歸的 這個我沒吃過 這可能相隔了有十年喔 我覺得 OK好我們再來看一下卡爾的留言 這個你們有吃過嗎 喔有有有有 這個我也覺得蠻好吃的 它是長的對不對 就是可以往下吃下去 等一下 瑞爾我們的姿勢不太對 它是長的 喔這個 屍體 對不對 喔這個我知道這個我知道 我不知道欸 我不喜歡這個 你知道嗎 你不想要吃吐司邊人就吃這個 這超棒的 這個我不知道欸 這是什麼啊 那這麻辣它有呈現的方式 是你自己拿東西去燙嗎 還是 它就是 你不包裝好了啦 現在都是這一種 就是你現在看到的 靠北我在手點螢幕 衝到小 哈哈哈哈 很會 入口啊 哪一種 坐坐 這是我們現在看到的 然後它舊的是 向右邊 好便宜 那時候還十塊嗎 魔獸世界 哇魔獸世界 不是啦我是說那個啦 色賓啦 最小杯才十塊喔 7-11 才有快樂的斯樂賓 1986年的 斯樂賓小杯才9塊呢 那時候還要加蓋子 然後加到蓋子 滿再出來 所以才會滴的地上都是 你就是你們 讓我拖地也就是你們 歡迎大家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有哪一些 你自己最心愛的超商美姿 或是你有哪一些 很懷念的超商美姿 已經停賣了 OK 歡迎跟我們分享 下一篇我們來看一下 來自女孩版的貼文 對於單眼皮的看法 然後它表示呢 因為本人對於單眼皮的自己 超級沒有自信的 感覺雙眼皮才是王道 然後他眼睛就是很小 他還想要像別人一樣 水汪汪大眼 你們真的有覺得 雙眼皮比單眼皮好嗎 我在我國中的時候 學校真的是超流行雙眼皮 可是有很多單眼皮帥哥 後來寒流開始流行 對 我也覺得好像是寒流 來了單眼皮才開始有一點 自己的身價才開始慢慢上漲 我覺得普遍大家對帥哥的認知 都還是 雙眼皮 我要持反對意見 就是我從小就喜歡 慢慢 為什麼你比較喜歡 單眼皮的男生啊 那個臉就是對我很有吸引力 我也不知道怎麼講 喔 我想到了 單眼皮的困擾 就眼睛小 可是這到底是眼睛小 還是單眼皮的困擾 就是如果你太陽很大 你照相的時候 這眼睛都會這樣 那應該 那應該是所有眼睛都會有的困擾 我會眼睛都會有 好啦 說到他小啦 從以前的觀念都是雙眼皮比較好欸 因為像我姐 她從小就靠北我說 如果我的單眼皮 跟QMO長在她身上 她就 完全架不出去了 你可以看我小時候 像培根的那張照片 你撞人了吧 她就一直看著我那個像培根的臉 然後一直這樣嗆我 可是我們單眼皮 如果 其實像我有時候是內雙 就有時候起來會變雙眼皮 這時候大家反而會說 欸 你今天是不是想睡覺 喔 我有問題 到底什麼是內雙 因為我分不出來 像這種 像這種 對就是內雙 你看他前半圓是單眼皮 後半圓就變雙眼皮 欸 好深奧喔 而且有些人 他是會隨著年紀長大 他就自己忽然變雙眼皮 就像我 因為我也是小時候 我看起來很單眼皮 但是我長大了之後 我不知道是什麼 眼皮就越來越雙 沒有整形 你是適合雙眼皮的人啊 還是要看五官搭配 我可以適合你們看 因為你看我現在是雙眼皮嘛 對不對 你現在雙啊 可是我可以改成變成單眼皮 你看到 是怎樣 對你看 我知道你就是把眼皮收上去嘛 對像這樣 變成雙眼皮 等一下你只是把眼睛睜大根 對啦 在大根沒有睜大 像這樣 我睜大也可以啊 對啊 我跟Rex 還有Daniel要分一下 眼睛到底誰比較小的這個身份 大叔我現在投影大叔 來 大叔你也是雙眼皮吧 我單眼皮啦 我是單眼皮 好你的大概是 好我們記住你的大小了 好換Daniel 聽起來好怪 我自己數你的大小了 欸Daniel眼睛好像比較大欸 來你靠近一點 來來來靠近 再靠近一點點 好他的比較大 他的比較大 大叔你輸了欸 我眼睛算很小啊 那你講什麼比賽啊 所以如果Daniel可以讓你眉毛厚一點 跟讓你有雙眼皮你要哪一個 眉毛厚一點啊 欸我之前有聽說 我之前有聽說 眉毛比較淡的人 性慾比較低 哇那我這樣不是性慾超高 對啊你超高啊 那Rex應該也很高吧 哇超厚 男人味 OK好啦 我們來看看卡爾他們的留言 B5他就說了 不是雙眼皮才是王道 有些人單眼皮好看的不行 有些人雙眼皮也不會好看 主要是看眼型 然後B3的話就說 如果單眼皮的人不滿意 也可以去割雙眼皮啊 雖然那個手術看起來蠻痛的 你們喜歡單眼皮還是雙眼皮 我喜歡雙眼皮 因為現在很多韓系正妹都是單眼皮 欸他又是單眼皮嗎 還 多多多 喔我看到雙眼皮了 你打韓國雙眼皮偶像 單眼皮吧 喔單眼皮 金高溫啊 喔多錢 喔這個好漂亮喔 對啊這個也可啊 色情色情也很漂亮 單眼皮的女生看起來比較無辜 不是嗎 嗯 單眼皮的男生看起來就比較 比較有個性 比較有個性 很帥啊 眼神比較有個性 欸所以其實各有各的好欸 欸但我其實很羨慕單眼皮的女生 她們畫眼影就會很明顯 因為雙眼皮的女生畫眼影 我一睜開眼睛就全部都吃掉了 我有畫跟沒畫一樣 因為會像這種眼皮太多層了 被那個 呃會有這個困擾是真的 OK 歡迎大家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喜歡單眼皮還是雙眼皮 然後你對單眼皮的看法是什麼 OK我們來看下面一篇貼文 上班後才懂的小辛酸 來自有趣版的貼文 那這個圓PO呢 呃列了幾個上班後才看得懂的小辛酸 我們來看看是有哪些辛酸吧 一 在學校的時候喊學長姐 上班的時候喊哥跟姐 二 當別人說出早八的客鬼才起來的時候 上班族就會偷笑了 那第三 下班真的很想睡覺 第四 禮拜日晚上不要約我 第五 發新日了隔天不想看餘兒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每一個點好了 第一點是 在學校的時候喊學長姐 上班的時候喊哥跟姐 你們的職場有出現過 要喊哥跟姐的舉手一下好不好 媒體產業很明顯啊 有關階的叫關階 沒關階的叫哥跟姐 瑞歐那你直接說啊 那我在演理是姐嗎 我跟你只差一個禮拜進公司喔 你的資歷跟你散發出來的那個 智慧 出來說是個姐啊 慢慢來 姐 姐三小 那為什麼你不叫Akimo姐呢 你不尊重他嗎 哈哈哈 Akimo給我的感覺就比較不一樣 Akimo Akimo Akimo是 對 阿kimo是 阿kimo是 對什麼 因為感覺 我跟你比較 一體 我在講什麼 沒有小小啦 沒有小小啦 我要錄一個陌情囉 因為Akimo跟我畢竟是在不同的位置 但我們是同一個職位 我必須向你學習 像你們其他人也不會叫Akimo姐啊 看公司文化 因為在看公司文化 看公司文化 然後再來第二個就是說 當別人說出 早八的課鬼才騎得來的時候 你們聽到這句話的時候 你們會覺得 對啊 鬼才騎得來啊 哈哈哈 我現在也來不及不來啊 他想要指的應該是 一般的上班族 因為他們要很早上班 他們可能8點就要上班 對 那你們下班會真的很想睡覺嗎 會喔 對啊 我有個二性循環 他怎麼會捨不得睡 你知道嗎 跟我一樣 我禮拜五晚上就會覺得 好珍貴 我現在就去睡覺的話 我就想說不到這個禮拜五晚上 然後弄著弄著 你就會弄到禮拜六快天亮了 然後你禮拜六一整天就會睡掉了 喔禮拜六就沒了 那就是我生活啊 你就騙禮拜天而已了 我不管有沒有放假 我幾乎都8點 7點多就起來 那你應該是年紀大了吧 年紀大了 現在一定10點前就會起來 你屁啦 你每天趕路中 趕路中跑步圖案 跑步圖案要不要 我們來看第四點 他說禮拜日晚上通常都是 上班族最憂鬱的時間 你們真的會這樣覺得嗎 我會 我會 我禮拜日 都希望我可以好好的再加 而且我會覺得 如果出去玩什麼回來 就是隔天禮拜 感覺那個憂鬱程度 好會增加 可是我想分享一下 我有一個做法 可以對抗這個禮拜天的憂鬱 我會覺得 我要把我最期待的一個行程 排在禮拜天晚上 因為這樣的話我禮拜六 跟禮拜天早上都會在 很快樂很期待的氛圍中 我覺得這跟 內向型人格外向型人格有差別 因為像我是內向型人格 我的最好 我的抒發壓力消化是我一個人的時候 可是你的抒發壓力 可能是帶你出去玩的 那一個人屬外向型人格 所以你就會擺在 你要工作的前一天 剛剛說除了日友以外 大家都希望禮拜日晚上不要約對不對 對 那為什麼之前啊 KIMO約大家出去玩的時候 你們全部都夠禮拜日有空 喔 你看 等一下 我還沒來 我不能參加這個話題 我還沒來 對啊 大叔還沒來 可是因為禮拜天是如果 大家都有空的那一天 就是想說 喔 那我也沒有 我真的有事 那就可能好吧 那就去 你有沒有只是覺得 為什麼大家剛剛這樣講 可是你們都夠有空啊 沒有 因為我以為你們都可以啊 你就是一個內向型人格 可是你又有重重效應 沒錯啊 就是跟公宅 那個比較偏第一次 有點期待會想去的 如果太頻繁的話就會 可是你可以勾禮拜六啊 你為什麼不勾禮拜六 禮拜六可以很期待出去玩 要是我一定勾禮拜六 好 我下次勾禮拜六 不要 不要講啦 為什麼他們的心態是 在禮拜六玩的時候 你會很放心說 我今天就像玩得再晚再累 我明天還是有一整天可以 對啊 當然是可以 OK make sense 好啦 歡迎大家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這些上班後才看懂的小青酸 你自己有共鳴嗎 或是你有沒有什麼上班後 你才懂的小青酸呢 歡迎大家跟我們分享 我們來看最後一篇貼文 來自十四版的貼文 那袁波表示呢 最近看到有些教官退出校園的新聞 他一開始他是覺得有些不妥啦 因為他覺得教官的存在是必然的 因為在校園的安全上面 少的教官還是有很大的差別 那也有另外一個不同的說法是 大家是去學校學習的 不是去被管教的 袁波想要問一下 關於教官退出校園的這個真意 大家怎麼看 想先問一下大家 你們心目中印象中的教官是什麼樣子 你遇到教官幾乎都是很親民的 因為我國中就有教官了 因為我們是完全中學 所以高中的教官還要負責管國中的教官 教官對國中就真的很兇 但Daniel你以前跟教官的關係是不太好 我覺得會是先從 不太好開始 後來會漸漸變轉好 因為我也是覺得 好讓他還是需要教官 需要一個黑臉的存在 所以你慢慢後來有跟教官變成朋友 有時候因為我們可能有時候會被罰說 去要打掃啊 就是你會漸漸跟教官的相處時間變多了 日久生情 不過講到教官 我有一個印象還蠻深刻的意思 高中我沒有抽菸 可不我沒有抽菸 然後有一次就帶他去在廁所抽菸 可是我沒有抽菸 我去大便 教官可能就 聞到煙味就要過來 通常都會有一個人在外面把風 然後他們就說教官 然後就全部人都把煙丟掉 然後教官一進來 就還是有煙味 然後他就說 幹你們有抽菸是不是 手指 就是伸出來給他聞 可是那時候 我他媽剛讓他玩死 他擦完屁股 我他媽手還沒有洗 而且有時候你擦屁股 你可能會沾到一點死 對對對 然後你還沒辦法洗手 但幹你有沒有要給他聞 不給他聞還被懷疑 對啊 他怎麼辦 就跟他聞 他就說沒事了 他就走了 最近後來都還算還不錯 我想分享一個故事 我以前跟教官相處不是太好 但是後來我覺得 教官還是有存在的必要 是因為我以前基隆高中 有一次期中考 發生了一個蠻恐怖的事情 就是有一個學生 好像就拿刀去刺另外一個學生 幹你根本硬喔 已經被刺到 但是男生已經流血倒在地上 然後教官就過去 他就把那男頭的過肩摔 摔倒在那個地上 哇教官好酸 以前我是沒有很喜歡教官 因為我以前法禁 我那個時代有法禁 我一直被記警告 會記到爆 你最在意你的頭髮了是不是 跳課然後又被記警告 對 然後呢 這件事情就讓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在安全這個點上 獲取教官真的還不錯 而且像大學 假如說你真的遇到什麼事情 難以啟齒 感情遇到什麼問題 你沒 感情遇到問題是找教官嗎 如果你的生活圈比較沒有朋友 那你真的遇到一些很嚴峻的狀況的話 你唯一能想到的只有教官 所以Rex你有找過教官 輸導你的感情生活了 沒有 但是我有一個非常好的朋友 他曾經想要自殺 他那時候找不到人可以聯絡 不是有輔導老師嗎 對啊 不是有輔導老師嗎 他覺得輔導老師是個負擔 但是教官他認為是朋友 為什麼 你去找輔導老師你會覺得 你好像真的有問題 你好像心裡真的有疾病 可是你找教官你會覺得 我們是朋友就是聊聊天 那時候最後一通電話就是要打給教官 然後教官那時候接到電話 就馬上衝到他的書正那邊 把他的門關開 然後聯絡他的父母 就把他的命救下來 教官只怕萬一啦 因為那種事情出現的時候 他就會很有幫助 可是大家應該都不希望那種事情出現在校園 所以大家一開始都只會看到教官一些 比較雞毛蒜屏在那邊管大家 但其實真正出事的時候 教官還是很有幫助 那我們先看一下 我們有透過這個站上的力量呢 我們有來調查一下 大家對於教官推出校園的這個看法 那一共有19485位卡友參與投票 其中呢 不支持的人占了71% 支持的人占了29% 所以大部分人都還是支持教官要待在校園 有發生事情了 他就是有那個效果在那邊 我覺得教官對於同學的記憶點會特別深 我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就有這種一種概念 而且教官他擁有比較多學生的資料 他可以知道比較多學校的狀況 歡迎大家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覺得教官需不需要推出校園呢 或是你希望教官推出校園嗎 那希望的理由是什麼 不希望的理由是什麼 好 那麼以上呢就是我們今天的巡奇啦 那我們今天的討論文章呢 都會在影片下方的資訊欄裡面 有文章的連結 也歡迎大家點進去看 然後大家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也歡迎幫我們分享出去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